國內的書業大廠永峰化學是被勒令停業 不過這個永峰化學的藥廠 他們所生產的這些書業 其實是供應給國內有高達7成的醫療院所來使用 也因此很多的醫療院所 現在都傳出了這個點滴或者是生理食鹽水 葡萄糖水這些書業有缺貨的一個狀況 那麼稍早特別市的中山醫院也有出面說明 一起來聽稍早最新的訪問 盡量去協調 不過廠商他們也會看是狀況 就是分批供應這樣 他們沒辦法說一次 就是說你訂的量 他們一次馬上就滿足給你 他等於說只能說維持我們一個最低度的一個 維持我們一個比較低度的一個滿足 可以聽到中山醫院是受弱勢以永峰化學所生產的書業 來看的話目前的存量只能夠撐一個星期 也因此現在醫院院方是要趕快來尋找 使用其他藥廠所生產的替代品來使用 那麼就在稍早衛福部次長林靜怡也有接受訪問 他說目前衛福部也會用專案的形式去跟其他的藥廠 生產廠來協調 看是不是可以趕快增加這個產能跟量 以維持國內醫療產業的這個書業 能夠有供應穩定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方式推特 是 感谢观看